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愛在紐約》這部電影 警察男主角查理 是個非常正派的好人 會認真傾聽民眾的意見 也熱愛孩子會被他們打棒球 很有耐心知道該怎麼做事情 總是拼盡全力抓捕壞人 深受民眾與孩子們喜愛 另一方面 查理的老婆 愛慕虛榮又拜金的小雞掰 卻非常討厭他 認為他每天早出晚歸 動不動又加班傻的 薪水卻只有一點點 根本就是個沒用的爛男人 某天早晨 小雞掰突然告訴查理 昨晚我老爸偷夢給我 叫我去買今天晚上會開獎的樂透 你等等就幫我買一下吧 查理雖然有點不高興 覺得有點浪費錢 不過也不是不行嘛 就答應了小雞掰 之後他就趁上班時的巡邏空檔 順路買個樂透 再到隔壁街的餐館買點東西來吃 沒想到一進來 就聽到餐廳老闆 正在大罵上班遲到的女主角 伊芳 敢遲到就課薪水了 搞什麼東西啊 所以查理人就很好的 等伊芳來點餐時 丟了個小笑話給他聽 逗得他哈哈大笑 倒楣的是 就接到無線電指令說有狀況發生 無奈之下 他只能拋下餐點 到櫃台去把錢付一付 然而他卻驚訝發現 雖然餐點錢夠 可是卻不夠錢給伊芳小費 這樣很不好欸 於是他想了想 就掏出剛才買的樂透告訴伊芳說 你叫什麼名字 哦 伊芳小姐嗎 從現在起 我們就是這張樂透的合夥人了 如果我中獎 就回來分你一半獎金 沒有的話 我就回來補小費可以嗎 伊芳則是隨便敷衍一下 哦 是哦 人都在這 看你嘍 畢竟這種話他聽多了嘛 大家都嘛 說說而已 晚上曬班回家後 查理就跟小吉白一起看電視 來對樂透開獎號碼 神奇的是 播報員金爆出了 他們樂透彩票上了數字啊 哇塞 中獎啦 可以分到一億兩千萬變成大風啊 這時 查理就想起了 早上和伊芳的約定 因此他就把這事告訴小吉白 做人要信守承諾 做對的事情才對 小吉白一聽 當然不願意啊 誰要沒事把六千萬給一個陌生人啊 拜託為這個家做對的事情好嗎 結果這事就在查理非常頭痛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思賴想去後他就來到餐館 問伊芳是想要20萬的小費 還是一樣一半的獎金呢 伊芳則先向他道歉說 昨天態度差 是因為遇到了很多不順心的狀況 像是被法院訓告破產 梅琴和現在已經分居的 垃圾軟爛老公離婚之類的 也願意請他喝杯咖啡當賠罪 至於選擇的部分就選獎金吧 因為沒中對吧 這樣就不用給啦 沒關係啦 查理一聽 又細細的想了想 便下定決心 要將錢分給伊芳的 跟他說中獎了 要給他6000萬 畢竟承諾就是承諾 這消息就讓伊芳不敢置信 驚訝的不聽大吼大叫 世界上竟然會有這種智障 哦不是 是這種好人 太爽了吧 不過他想了想 雖然高興 但不能平白無故就拿這些錢 這樣不好嘛 查理卻非常堅持 一定要他收下 所以雙方一番交流後 伊芳就答應收下這6000萬 之後查理告訴小吉白 如果分錢給伊芳 就能贏得美名上新聞頭條 他就會變成大紅人 說不定還能接代言之類的 終於說服他答應分錢 很快的就到領獎當天 查理將6000萬 均可幾乎是陌生人的伊芳這件事 就受到了大量媒體關注 每個人都認為查理太了不起了 真的說到做到 實在有夠酷 整件事也變成了新聞偷辦 讓整座城市的人都知道他的行為 接下來的日子 小吉白開始了他的貴婦生活 花大錢買一堆奢侈品 甚至把整個家打掉重新裝潢 查理則跟平常一樣上班工作 錢對他來說沒什麼特別的 還是工作幫助別人有趣 他也沒有因為中獎就擺爛工作 像是發現店家被搶劫後 依然勇敢跳出來對抗搶匪 然後這事就又上了新聞 讓他的評價更上一層樓 至於伊芳 則是開心地買下一間咖啡店 當起了老闆娘 還用分來的獎金 照顧那些沒錢吃飯的窮苦人家 人生因為這筆錢 終於變得光彩亮麗了 一段時間後 小吉白帶查理去參加郵輪社交派對 他很想要晉升上流 認識有錢有名有權的人 過上更好的生活 只是查理沒啥興趣 就到處走走逛逛 還很巧地看到 搭計程車來參加活動的伊芳 便上前打個招呼 沒想到 郵輪已經剛好在此時開走了 所以沒辦法 兩人只好到旁邊的餐廳 來頓優美的燭光晚餐 順便聊聊自己的過去 像是伊芳 和軟爛老公怎麼認識的 blblbl 現在正在辦理禮婚 查理和小吉白 則是初戀就結婚 以前感情還不錯 現在小吉白 卻根本不愛他 生活就像趕條平行線一樣 吃完飯後 兩人就在氣氛催化下 跑去旁邊跳舞 也越看對方越順眼的 相約以後有空就一起出去玩 很快的 郵輪就回來了 查理辛苦想了一堆不在船上的借口 可小吉白根本沒發現他不在 一直專心的和一個老吉白 談論賺大錢的事情 就讓他鬆了口氣 卻也在想 兩人間真的還有愛嗎 之後的日子 查理跟一方常常出去玩 像是去公園溜冰 到車站行善 拿勒特獎金幫路人買車票 或是包下整座球場 帶孩子們去一圓棒球夢等等 只是去車站行善這次 因為上了新聞頭版 被小吉白發現 氣得小吉白認為查理搞外遇 便跟他吵了起來 那查理渴望家人的關愛 而小吉白卻滿腦子想要錢 所以兩人大吵一架後 小吉白就說有錢了 不想再過這種生活的要離婚 並叫查理滾出去 另一邊 一方也在跟他老公談離婚 可老公卻賴在他家死要錢不走 他就決定請警察來處理 並去五星級的好好大飯店住一段時間 巧的是 一方一到飯店 就遇見被趕出家門 也想來這享受一下的查理 實在太lucky了 兩個感情受傷互有好感的人 就終於按耐不住情愫的 做起了大人的運動 享受了甜蜜蜜的一晚 非常幸福快樂 但隔天一早 兩人想外出遊玩時 竟出現大量媒體包圍他們 原來是飯店人員認出這兩個名人 將消息傳了出去 那得知這事的小吉白 就氣噗噗的走來律師要跟查理談離婚 還是要把給一方的錢通通拿回來 查理則願意把自己的一百萬都給小吉白 可堅持認為一方的不能要 於是這事就上了法院 並在經過一連串審判後 小吉白就靠著裝可憐 抹黑查理家暴 一方偷情外遇 樂透是他要買的等等 成功贏得了官司 結果一方的錢 咖啡店 全都要還給小吉白 新聞媒體也大肆報導此事 讓許多民眾都覺得很不公平 事後查理來到一方的咖啡店跟他告白 一方則哭著道歉 說都是自己的錯 害他是去應有的好生活 查理便告訴他 錢對我來說根本不重要 我很愛很愛你 沒有這些錢 你還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一方聽完 就開心的點頭 並鋪上錢擁抱他 這時 窗外突然有人敲玻璃 一個像乞丐的傢伙 揮揮手示意想吃點東西 兩人就好心的 請乞丐進來喝碗熱湯 還把身上僅存的錢都給了乞丐 希望他能過點好日子 那好人就該有好報嘛 其實這傢伙不是乞丐 是非常有名的記者 他趁機拍下兩人擁抱的溫馨照片 再寫了一篇新聞頭條 讚揚查理跟一方的善心 證明他倆是個好人 根本不像小吉拜說的那樣壞 甚至還說 大家可以寄小費幫助他們 因此幾天後 就有大量信件寄到一方的咖啡店 每封信裡 都寫著加油打氣的話語 希望世界上 有越來越多他們這樣的人 祝他們擁有美好未來等等 並付上幾十幾百塊要給他們 從這天開始 他們一共花了三天來整理信件 也發現城市裡的居民 竟然給了他們將近1800萬的小費 最後 一方的老公離婚後 只找到一份開計程車的工作 勉強過活 小吉拜則是嫁給老吉拜 結果錢通通被騙走 只能住在平民區裡 在家美甲店打工 而查理嘛 是解決了所有麻煩 終於又能回警局上班 一方則是買回了他的咖啡店 又能開開心心的 帶給其他人歡樂 兩人也結了婚 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電影就演完囉 看完後我就在想 阿肥其實也是個心地善良的好人 每天都會扶老奶奶過馬路 希望大家也能寄個幾百萬來 讓我買房子 喔不是 是幫助更多的老奶奶好嗎